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结构是吧 那么这个结构的也是什么呢 从上往下慢慢的一个点的把它做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啊 一点点把它做出来啊 那么下面这一块的话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一个logo是吧 然后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搜索框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购物车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三块内容啊 三块内容啊 三块内容然后是排在一行吧 排在一行啊 然后他们整体的是什么呢 那么一个靠左这个靠右是吧 然后整体的是什么 相当于包在一个1200宽的一个容器里面吧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结构写出来啊 好结构的话我们一个的写啊 那么的话先从大的 先从什么整体到局部吧 先写大的再写小了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下面这块结构的话 跟上面这块结构就 就没什么关系了是吧 直接写到下面来就行了是吧 那么上面这一块结构的话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这个可以写个注释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写个注释啊 比如说这一块结构的话怎么样呢 好这个是什么 页面顶部吧 是吧 页面顶部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下面这块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logo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logo啊 logo 然后是搜索框是吧 搜索框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购物车是吧 购物车啊 好 下面这块 差点是三块结构是吧 三块结构包在一个什么呢 整体的容器里面啊 好 那么这个话就是一个 拿一个什么呢 那么我们一个DIV 不能盖货这三块结构 是这样的啊 我们拿一个方位的这个DIV吧 表示方位的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来个点点什么呢 这个点什么呢 点 这个是拿一个 center吧 或者 center 然后是拿一个con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这样一个DIV啊 好 这样一个DIV的话 就是包这三块内容 是吧 包这三块内容啊 好 包这三块内容 那么哪三块内容呢 第一块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是logo吧 拿一个logo啊 点logo是吧 点logo 第一块内容是吧 好 第二块内容的话 是拿一个什么呢 DIV啊 然后第二个内容是一个 呃 社企吧 然后点一个 search 是吧 社企点con 是不是可以啊 第二块内容吧 好 第三块内容的话 拿一个 拿一个这个什么 购物车吧 拿一个什么呢 chart吧 还叫做chart chart chart chart.con 吧 容器啊 好 这三个DIV吧 是吧 好 这三块内容 写完之后 我们可以什么呀 先写这个大的结构吧 写大的结构啊 好 这个con的话 center.con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是写到这里来啊 然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把这个注释也写下来 是吧 页面顶部的样式啊 然后这个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logo 搜索方 购物车的样式 是吧 好 这个center.con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呢 这个宽度应该是什么呢 1200吧 是吧 1200px是吧 好 然后的话 宽是这个啊 高度的话是多少呢 高度来量一下 是吧 高度的话就是从 从这里到这里吧 是吧 从这里到这里啊 好量一下啊 那么高度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从这里 这里到这里吧 这个高度是什么 115啊 115啊 好 高度是115啊 高度是 115px啊 好 然后整体的这个C1怎么样 就是什么 水平居中吧 是吧 应该是水平居中啊 水平居中的话 来一个什么 marking什么 marking上下零 左右 O2 是不是水平居中啊 好 给他给个背景色 给他看一下啊 搬完的color 给他来个go的啊 好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背景色啊 上语用这个背景色 就是你可以用背景色先把 大块先排好嘛 是吧 大块先排好啊 好 这个的话 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 是不是这样一块啊 是不是放好了啊 这整个一大块啊 那么左边一块就是放这个logo 中间一块是放那个什么 搜索方吧 右边一块是放那个什么 购物车吧 是吧 好 左边这一块呢 看一下啊 左边这一块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logo啊 好 logo 好 那么关于这个logo的话 一般会做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一般做这个效果 做什么效果 一般是这个logo要怎么呢 要做一个什么链接是吧 网站的这个logo的一般是链接到首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这么做啊 一般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以不用DIV来做 用一个A标签来做也可以 是吧 A标签 然后这个 huff的话等于什么呢 可以写成index.html 是吧 这个是链接到首页吧 是吧 链接到首页啊 然后的话 class等于logo 是吧 然后这里面包那个logo的图片吧 是吧 好 这个emerge啊 src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IMAG啊 下面的这个logo吧 点png吧 是吧 好 然后这个alt是吧 这个alt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这是天天生鲜 logo是吧 天天生鲜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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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啊 好 那么的话 你也希望这个浏览器可以搜索到这个logo吧 浏览器如果 不是 搜索引擎如果能搜索到这个图片 是吧 别人点这个图片 是不是可以到你的网站上面来啊 是吧 就是说这个什么样 这个图片不能用背景来做吧 需要放在页面上 是不是这样的 你放在页面上之后 我的爬虫是不是可以爬到这个图片呢 明白没有 如果你做背景的话 我是不好爬 是不是这样的 我得爬你的样式才行 是不是这样的 爬这个页面是不是很好爬 把这个图片爬到了 是吧 好 好 这个放在页面上之后 那么这个什么样呢 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走浮动吧 走浮动啊 为什么要呢 走浮动呢 因为这两个怎么样呢 这两个可以什么呢 也浮动一下 是吧 那保证他们三个可以排在一行吧 排在一行啊 好 那么的话 直接把这个浮动写下来啊 比如说这个来个FL 是吧 走浮动吧 好 这个也来走浮动一下啊 那么这个可以什么 右浮动吧 那么靠右对齐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这就行了啊 好 这样放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块是吧 第一块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是不是走浮动啊 这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logo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啊 它是距离什么呢 距离上面有个距离吧 距离左边有个距离吧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距离上面的话是 这个29吧 是吧 29啊 好 29啊 好 距离左边的话 大概是 17是吧 17啊 好 那么来写下 那么来写下 这个logo啊 好 这个logo啊 logo的话 那么就是 点logo 是吧 logo啊 logo的话 那么拿一个什么呢 marking 是吧 marking的话什么呢 那么距离上面是什么呢 距离上面是 29是吧 那么这个我把这个边也给包了 是吧 marking 那么上面是29px2 右边是0 然后下边是0 左边是17px2 是这样的啊 17px2 好 好 这个弄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logo是不是放好了啊 logo放好了啊 logo放好了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啊 这个背景色我们先可以把它放掉啊 可以去掉了啊 好 写背景色只是为大家准备呢 方便观看啊 然后大家也可以用这个背景色怎么样呢 先摆大块的东西啊 好 接着的话 这个logo就放好了啊 logo就放好了 好 接着来放中间这块东西是吧 中间这块东西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缩手框吧 我可以把中间这一块整块的先做出来 是吧 好 整块的话那么大概是这么大的 这么大一个东西是吧 好 多框了一个像素啊 好 大概是高度是40是吧 我多框了一个像素吧 高度40 宽度是618吧 618 40啊 618乘以40 然后这个是什么 设计点CN吧 设计点CN啊 然后是这个 点什么呢 宽度是什么 618啊 618px啊 好 高度是40px啊 40px啊 然后给它一个背景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够的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扎心一下 那默认是它是 左边就卡在这个logo这里是吧 因为logo在这里顶住了是吧 上面的话就顶在上面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左浮动的是吧 现在的话要把它弄下来吧 弄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这样的啊 弄这个地方来的话怎么样呢 就设计一下它的什么marking就可以了是吧 好 这个marking的话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啊 那么它距离这个logo的左边是多多宽呢 是吧 量一下是吧 120 124吧 是吧 多了一个像素啊 好 大概是124吧 124啊 好 上面是124啊 不是 左边是124啊 上面是多少 34吧 是吧 34啊 好 12434啊 那么的话来一个marking是吧 marking marking的话 然后是 上面是34px是吧 好 右边是0 下边是0 左边是124px 是不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放好了啊 放好了吧 好 我们先放这一块 然后再放这一块吧 放这道一块是吧 一样的是吧 先大后小啊 同样的什么样式要写在一块啊 等会我们在写它里面的样式的时候 把它写到下面来啊 写到它的下面来啊 好 那么再来一个这个 恰了点CON吧 恰了点CON啊 恰了点CON的话 它的这个宽度啊 好 它的宽度的话是多少呢 宽啊 宽的话是这个 看一下啊 量一下啊 它的宽度啊 我们总是多矿一个像素了啊 好 宽度是200高度是48 宽200高40啊 好 宽200高40 宽200px10啊 好 高度是40px10是吧 40px10啊 好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要来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green吧 是吧 green啊 好 这个的话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我吸入浮动的话 它是不是浮动在右边去了 是吧 刷新一下 它是浮动在这里来的是吧 现在它是不是要下来一点呢 下来一点啊 下来一点啊 下来一点的话 那么是 应该是marking top 给它marking top就行了吧 marking top 给它来一个 跟这个一样吧 34吧 是吧 34px10啊 好 这个三块是不是就做好了 是吧 然后就做好了啊 好 这样做的话 复不复杂啊 不是太复杂吧 是吧 一块块的做就行了 是这样的啊 然后每一块进行细化就行了 是吧 也不是很复杂吧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整体的啊 这一块是吧 这个logo做好了 那么接着做这个设计是吧 这个设计的话来看一下啊 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设计的话怎么样 我们是什么 可以在里面输入文字吧 输入文字 然后点搜索吧 实际上这是一个表单啊 这就是一个表单啊 表单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应该用一个form来做吧 form来做啊 好 那么这个表单的话 看一下啊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是吧 那么这是这个吧 这个啊 把它把它什么打开吧 好 那么我默认的什么呢 应该来一个form是吧 把它包起来吧 form表单啊 好 form表单里面 那么的话 它是什么呢 默认的有一个什么呢 输入框应该是什么呢 来一个input吧 input啊 input submit tab 等于什么 tags的吧 这个是可以输入文字的 什么样子啊 好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框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应该是属于submit吧 是吧 submit啊 好 input tab 等于什么呢 tab 等于submit 是吧 然后 好 给它样式吧 那么这个样式给它来一个class等于什么呢 class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input tags的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class等于什么一个input什么呢 sub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input sub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两个放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效果应该是不是太好看啊 看一下啊 双心一下 是吧 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是不是很难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样式来什么诱化它吧 好 首先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呢 啊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那么整体的什么呢 整体的外面是一个 这个是不是有个框啊 这个框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给到这个容器上面啊 整体给一个大框啊 给个大框啊 这个大框的话是这么做啊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大框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颜色啊 吸一下是吧 这个颜色是什么 是这个吧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框给到这个容器啊 给它整理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的话是这个什么 设计点CON吧 是吧 好 我给它整理一个框啊 给它来个Border 然后是 EPX Solid 给它来个颜色 是刚刚复制的那个颜色吧 是不是可以啊 好 那么我加了整理一个框之后怎么样 整体的这个框和高是不变的 我得保持不变怎么样 是不是得减一下啊 是吧 好 整体的宽度的话 现在变成什么 616了吧 整体的高度变成什么 38吧 好 然后背景色我现在先不要了 是吧 好 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后呢 大家看一下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框啊 这一个框啊 好 这个框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摆啊 好 这个框里面怎么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图标是吧 是不是有放大线的图标啊 放大线的图标啊 好 这个图标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可以用背景图吧 刚才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 雪碧图啊 做雪碧图啊 好 背景图的话也可以给了这个框 给了这个框 好 给了这个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来把这个什么呢 先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 设起CON里面啊 好 大家记得了啊 我们同类的样子 要写在一块 是吧 这个是这个 这个什么搜索框的 这个外面的这个DIV吧 然后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input框也写在这里啊 写在一块 然后设起CON里面的什么呢 设起CON里面的这个 点什么呢 点这个 设起点什么 input的点text的吧 好 写在这里了 是吧 好 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它移过来一点啊 移过来一点 来个marking left的啊 先把它移过来一点 我们是为了怎么样呢 把它什么呢 先放一个背景图上去啊 好 marking left夹着先给个 给个30px是吧 好 先把它移过来一点啊 好 等会我们再量这个大小啊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先把它移过来一点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放大镜放进去是吧 放大镜的话就给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框 给到这个容器就行了啊 给到这个容器啊 好 这个容器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iv吧 这个div啊 好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baggrund的吧 是吧 baggrund的啊 baggrund的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url是吧 然后是imagics里面的什么呢 imagics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icons.png吧 好 这个的话 这个路径不对是吧 我们这个样式是在这个 世界上的无限价里面 是吧 我们应该跳出这个世界上的无限价 去找这个imagics是吧 应该是什么 点点杠吧 是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才对啊 是不是有这个png啊 是吧 好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看下它的效果啊 放进来之后 那么默认的什么 它是不是 平铺啊 是吧 那么一堆放大镜吧 是吧 那是不是很多个放大镜啊 是吧 是这张图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张图吧 默认这个放大镜是吧 横着平铺过去吧 是吧 横着平铺过去啊 横着平铺过去的话 我们现在准备呢 需要它只要一个吧 只要一个啊 一个的话是什么呢 先写一个 low repeat 是吧 low repeat 啊 low repeat low repeat 之后再来看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就放一个啊 放一个之后怎么样 你啊这个放大镜距离上面多少 距离左边多少 是不是可以量啊 是吧 量一下啊 那么距离上面是量一下啊 距离上面大概是多少呢 距离上面大概是什么 这个什么 11吧 这个点11是吧 11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放大镜 是不是放了一个像素啊 放大镜是不是放了一个像素啊 这里嘛 是不是多了一个像素啊 这里 大家看一下啊 我是不是这里换过一个像素在这里啊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10吧 是吧 10啊 10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多少呢 这个啊 这个是11是吧 也是10吧 应该也是10啊 因为我是这么放的 是吧 我的放大镜这里面多了一个像素啊 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 起来这里吧 这个是什么 10px吧 距离左边10px啊 那么的话 距离上面10px 是不是这样的 10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放好了啊 放好了啊 好 放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放这个input的框啊 这个input的框 好 这个input的框的话 那么 它是不是有边框啊 我把它边框设为0就可以了 是吧 是不是没有边框啊 是吧 边框就用这外面这个框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边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多大 是吧 好 大概的话 那么它距离这个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这么大是吧 大概这么大啊 然后的话 来看一下 这里 好 这个大小啊 这个大小的话是480x38是吧 480x38啊 480x38 然后它距离啊 拿一下辅助线吧 好 这个的话 拿个辅助线过来啊 这里是吧 这里是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距离这个地方是 宽度是什么 36吧 是吧 36啊 好 这个是 480x38是吧 48x38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bargain left是什么呢 就是36吧 是吧 36px啊 36 好 那么这个宽度是480是吧 480px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38px是吧 38px啊 好 然后的话 它不能有边框 我们的边框变为0是吧 来一个porder什么呢 这个是0px是吧 0px啊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我们默认点单上去 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蓝色的框啊 是不是很讨厌啊 是吧 我不想有这个蓝色的框啊 好 不然是蓝色的框的话 那么再多一个属性 大家要学多一个属性什么呢 就是这个 另外这个属性啊 好 什么属性呢 叫做outline outline outline的话 设为这个line 好 这个是去掉这个蓝色的框啊 好 好 注意一下啊 去掉什么啊 这个这个这个边啊 去掉这个 嗯 这个 获得 获得焦点 10 显示的蓝色 蓝色的框啊 好 什么叫获取焦点呢 大家知不知道 获取焦点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 我点到 点去之后 这个光标是不是在那里散了 这个叫获取焦点啊 如果鼠标点在其他地方之后 这个叫失去焦点 有没有 这个叫获取焦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里面输入文字啊 这个点在其他地方什么呢 叫失去焦点啊 这个意思啊 获取焦点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框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加上这个outline之后 再刷新一下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啊 好 不需要这个蓝色的框啊 好 这个时候可以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个什么 输入这个文字在里面啊 输入文字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 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搜索两个字啊 搜索两个字啊 这个的话 一般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s3的一个新属性啊 默认的话 可以放一个字在上面 是吧 那么我们点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是吧 那么这个什么属性呢 那么就是一个 有一个什么 placeholder的一个属性啊 placeholder啊 placeholder 等于什么呢 这个 搜索啊 搜索 好 搜索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我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是不是有两个字啊 搜索两个字啊 我在输入文字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没了 然后我把这个文字清空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又有啊 这就是经常用的一个 一个属性啊 placeholder啊 不这样的啊 好 好 这是刚才placeholder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 这个什么呢 input框 和这个什么 之间看见没有 是不是有个间隙啊 我是不是选中了啊 选这个间隙啊 看见没有 是不是有个间隙啊 实际上没显示出来啊 实际上它之间是有间隙的 为什么有间隙呢 因为这两个什么呢 这两个input啊 input的这两个什么标签 它们类似于什么呢 行内块啊 类似于行内块 所以它们两个摆在一起是有间隙的啊 好 来复习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讲义啊 那么的话看一下啊 这个 类似块元素啊 类似块元素是什么呢 inmagic和input的元素是什么 行为类似于这种元素啊 没有 所以说它们怎么样 代码换行怎么样 核子会产生间距 是不是这样的啊 核子会产生间距啊 好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东西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最好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把它浮动一下也可以吧 是吧 浮动一下就行了啊 浮动一下就没有这个间距的啊 比如说我把它拿一个float啊 比如说拿个left是吧 或者直接在这里写吧 这里写也可以啊 在这里写个fl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fl啊 好 那么的话把它也浮动一下啊 给它来个fl也可以是吧 那么这个间隙就没有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没有间隙了啊 这个选不中了啊 这里面没有间隙 这个地方啊 没有间隙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提交按钮 这个东西怎么做是吧 提交按钮啊 提交按钮的话 再来看一下它的话 它的大小啊 那么整体的 这外面是不是有个框啊 是吧 这外面有个框啊 它的大小应该是 除去框的大小吧 大家应该是这样子 是吧 我量一下啊 应该是这么大 是吧 这么大吧 那么就是100乘以38吧 就这么大 100乘以38啊 好 100乘以38啊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的样式啊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的样式啊 这个是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input的什么 sub吧 sub啊 好 那么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宽度是100px吧 好 然后高度是什么呢 38px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背景色是什么呢 Background color是什么呢 和这个边框颜色一样吧 和这个边框颜色一样啊 这个边框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吧 一样的啊 好 这么给完之后 我们来看它的效果啊 好 看它的效果 刷新一下啊 那么默认了我们给这个 input给它宽和高的时候 怎么样 它会有一个边框啊 默认它自己带一个边框 看见没有 是吧 是不是有点凸起来的效果啊 好 那么我们不要这个效果的话 把它拨的设备零就行了啊 好 来一个border border 然后是来一个零啊 零px是吧 零px啊 零px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是不是贴旗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它里面的文字是什么样呢 文字来再设一下啊 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是14吧 然后白色吧 是吧 14白色啊 然后是 font size是 14px是吧 好 color就是白色是吧 fff啊 好 这个射完之后再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就这样子了吧 好 这样子啊 这个14的话 默认它已经继承过来了是吧 应该是啊 默认如果我不设14的话 看一下啊 不设的话 有点变化是吧 射一下吧 好 那么这个是提交按钮是吧 那么这个大概就做好了啊 好 那么这个做好之后 我还想效果更好一点 是吧 我想手表放上去变成手 是吧 那么我们的A标签默认的是什么 是有手啊 但是我想 这个我想也放上去 它变成手 这个时候的话 需要有一个新的属性来设置啊 好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来学一下 另外一个新的属性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CURSOR 这一个新属性啊 这个的话 它是设置这个鼠标的形状的啊 那么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pointer 那么就变成手了 有没有没有啊 pointer变成手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来刷新去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变成手了 是不是手啊 好 就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默认是什么呢 就是 那么将 将 鼠标的形状啊 设置回手形状 好 这个是设置手形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样式啊 设置这个 鼠标指针的一个样式啊 那么还有其他的形状啊 那默认的这个比较常用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做好了吧 基本上做好了啊 这个搜索方 是吧 那么点这个提交 就可以搜索了 好 这两个字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搜索两个字吧 搜索两个字啊 不是提交啊 好 那么你如果想设置这个文字的话 应该是什么设啊 这里面设什么 value吧 是吧 value啊 value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搜索是吧 搜索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这是不是搜索两个字啊 好 这个就做好了是吧 一步步的做啊 好 这个做好之后 接着来做这一块吧 一样的啊 做这一块 做这一块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div 把它撬开吧 撬开来 做这里面的东西 是吧 好 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默认是 左边有一个什么呢 默认左边有一个 这个 看一下啊 那么左边有一个什么 我的购物车是吧 这样的 然后有一个车子的浮标 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购物车啊 右边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 购物车的 有几个商品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左边的话 是这样一个 我的购物车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是一个链接啊 是一个链接 就是点它 可以到我的购物车里面去 是吧 做一个链接啊 好 那么既然是一个链接的话 怎么样 我给它一个A标签 是吧 那么这里面拿一个A 是吧 A标签啊 核付等于一个 先点一个默认的警号 是吧 然后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拿一个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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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吧 是吧 link啊 好 chart link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我的购物车 是吧 我的购物车啊 我的购物车啊 好 下面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这个购物车的 这个什么呢 有多少个是吧 多少个的话 可以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DMV也可以 是吧 给一个DMV吧 好 DMV 然后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chart chart什么 lump 是吧 多少个吧 是吧 好 多少个里面呢 假如先写一个 先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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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吧 是吧 好 有五个商品在里面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样呢 结构写好了 怎么样 开始写到样式吧 样式啊 好 那么这个A标签怎么样 可以什么 那么默认的什么 这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块元素 一个是什么 行列元素吧 好 最好是这个 这个A啊 它整体都可以做链接 是吧 整体都可以响应吧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浮动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FL 是吧 它是不是就变成行列块了 变成行列块了啊 好 这个再来个FL 是不是可以啊 他们就排在一行了吧 排在一行了啊 好 排在一行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把它什么呢 默认的样式 把它的 默认的样式写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Channel Link 是吧 现在是变成行列块了 是吧 变成行列块了之后 那么的话 它的样式 那么就写在这下面啊 相同样式再来写一块啊 写在这里来 是吧 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它的样式 它要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它有一个边框是吧 整体有个边框 那么它整体的宽和高来量一下啊 宽是 宽是158 是吧 高是38吧 是吧 宽158 宽158px 高是38px 然后拿一个像素的边框 Border 是吧 然后是一像素 是吧 一像素实现 然后颜色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颜色啊 好了 先点它 然后再吸一下吧 吸一下这个颜色 是不是这个啊 滴滴滴 滴滴是吧 好 三个是吧 好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呀呢 再来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个框做好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背景色 而且怎么样 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图标 这个用背景图来做吧 好 整体的背景色看一下啊 整体背景色一样的 再来吸一下 这个背景色是什么呢 F7F7吧 这样一个啊 复制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用什么呢 用背光来做吧 背光的啊 加背景色 然后又加这个背景图片吧 好 那么用一个背光来做啊 好 背光了 然后URL 然后仍然是刚才的这个图片吧 还是这个图片啊 icon是吧 是吧 好 点点 img 点点 img 下面的这个icon是吧 是吧 好 那么这里再说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用到了这个图片 是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用到这个图片呢 那么我们程序解析的时候 先解析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怎么样 去浏览器去找 浏览器要吧 是吧 找浮览器要这个图片吗 然后把它下到本地吧 好 那么解析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先去看一下广存里面有没有这张图 有没有啊 有这张图吧 那么它就不找浮览器要了 明白没有 这是不解约到这个请求数啊 啊 是这个原理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啊 放下啊 那么放下它怎么样呢 它啊 首先是这个 这个啊 这个的话看一下啊 量一下是吧 量一下的话 那么它距离这个左边是多少呢 左边是这个是 13吧是吧 13 然后是有12吧 应该是12是吧 因为我给了一个像素是吧 好 那么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左右是12pns是吧 好 上下的话先看一下啊 那么应该是low repeat吧 就是不重复吧 不重复啊 low repeat 不重复啊 后面应该给一个数是吧 给个数的话我大概给一下 这个的话这个图怎么样 那么其实这个图吧 先要提上去吧 是吧 提上去的话 那么应该是 先给个-50 是不是可以啊 -50啊 -50的话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50px是吧 low repeat low repeat 写错了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图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个图在这里啊 好 大概了啊 好把背景色取消吧 有没有看不清楚啊 好 这个背景色那么就不要了 是吧 不要了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购物车就在这里啊 好 购物车那么本身的话 这个整体还有一个背景色是吧 整体本身还有一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啊 背景色也可以写到这后面来是吧 警号什么F7吧 看来测的啊 F7F7啊 好这个的话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购物车这个副50不对吧 是吧 副50也不对啊 好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文字摆一下啊 文字摆一下啊 文字的话怎么样呢 文字是什么 应该是首先是什么 垂直居中吧 垂直居中吧 垂直居中啊 然后距离左边怎么样呢 有这个距离吧 左边这个距离是什么 五十六吧 是吧 五十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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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这个手黄缩镜吧 手黄缩镜啊 那么先把文字先把它拿过去啊 Tex Tex的Indent 是吧 来个五十六啊 好 然后给它来个Line height 给它来个三十八 是这样子啊 它就什么呢 垂直居中了 是吧 然后距离左边五十六 是吧 这样方便我们看这个购物车啊 是这样子的吧 好 然后这个文字的话 它的什么大小和颜色是吧 文字大小是十四 颜色是这个是吧 好 文字先把它做好啊 文字啊 中的Size是 十四PX Color的话是什么呢 Color啊 好 这个放好了是吧 好 这个放好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大概的用什么 用我们刚才啊 之前学的那个什么呢 微调吧 调一下它是吧 把这个购物车 把它 居中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购物车啊 好 这个购物车的话 然后调一下这个-50吧 好 调一下它啊 这是居中就可以了 好 这个应该是 准的啊 -42吧 -42 好 这个-42 好 酸性一下啊 酸性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42啊 好 这个是不是放好了啊 这个放好了啊 好 接着放这个-5吧 这个-5的话那么是剩下的啊 5的话是这个 这个-5 这个-5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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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 给它来个center吧 center 然后锤子其中是什么 line height 来个40 40px 然后它的文字的是什么 白色 好像还是加粗的 文字这个大小是18 然后是白色 看一下点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按下去之后 就表示它是加粗的 那么的话可以 可以写一下这个 可以写一句 这个是18 18的话 那么这么写 那么就是 font 然后是 这个是加粗的 来个border 然后是这个是 18px 然后这个什么 40px 然后是 养黑吧是吧 养黑 什么 micro soft 好 这样子是吧 然后这个就不要了 是吧 就不要了啊 好 白色还得写一下是吧 这个color是吧 color 然后是白色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做好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一块块的来写吧 一块来写这个效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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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